最近大家都在为了谁 才是湖南台精英女神所苦难 那不如我们就讨论 夏甲荣来个精英男神 你觉得会是谁呢 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邓伦与朱一龙 先说邓伦吧 邓伦最近真的是一部剧 接着一部剧 甚至有的还在不停的拍戏中 真的是娱乐圈中的演员海魔 大家应该记得邓伦跟金英女神两大候选人 迪丽热巴与杨子都合作过 并且收视率都是杠杠的 之前与赵丽颖搭档 虽说不是主演 但演技也是屈指可数的 并且一首表演全部都是你 把观众的眼球吸引的是一愣一愣的 而朱一龙呢 本来就挺火的 最近一部网剧把他推上了顶峰 也许朱一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会火吧 不过如果要真的平的话 朱一龙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作品来吸引大家 让大家感觉到自己的魅力哦 这两个都是心迹小男法 但是接下来的人 他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哦 不错就是李一峰 李一峰可是古装现代剧的收视率高手 之前与杨幂合作的几部剧 更是火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最近没有太多作品 可能前几年太累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李一峰最爱篮球 所以最近有一款综艺 李一峰是非去不可的 并且李一峰竟然很可爱的问人家 你有什么才艺 同时模仿吴亦凡问球员 你会freestyle吗 真是可爱的李一峰 不知道真的有这个精英男神 会不会是属于李一峰的呢 毕竟前几年的时候 李一峰宛如湖南台的亲儿子一般 说到李一峰大家 应该都记得李一峰的大师兄陈伟霆吧 虽然陈伟霆并没有因为这个巨大火 倒是因为与当一星出演的老九门里的佛爷一角色而火 但是陈伟霆本身发展就不来 颜值高 能唱说跳 样样俱全 怎么说 他也是可以趁着上演艺界的扛把子 而且那时候他与赵丽颖 被他们认为十分相配 而且这个CP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虽然现在赵丽颖可能有了冯少峰 但是当初两人的互动 也是十分香甜哦 还有大哥胡特 我们的老戏骨 每次演戏作品都是数一数二的 人称仙界的单身狗 但一点也不少于我们大哥的单身贵族气质 当然了 还有很多男演员 比如我们可爱的小绵羊张一星 景博人 陆寒 吴亦凡等等 男演员实在太多了 小编感觉比女演员还不好选呢 如果是你 你觉得谁会是你心目中的精英男神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评论 谁会是你心目中的